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有关于理财的,名字叫《投资的四大支柱》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只有建立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才能够拥有应对市场的能力 作者提供了平易近人的知识和工具,让读者理解各种低风险可以赚到钱的投资组合 全书通过四个简单的主题揭示了每个投资者都应该熟知的关键要素 分别是投资理论,永远不要失望没有风险的高回报 投资历史,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市场就要狂乱一次 如果毫无准备就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投资心理学,找出这个时代广为接受的传统智慧,并假设它是错的 因为通常来说它确实是错的 投资行业,千万不要轻信证券经纪人的建议 本书的作者威廉·彭斯坦,华尔街知名的投资大师与金融理论奖 资产配置领域著名的网站创始人 他的著作有《有效资产管理》,财富的诞生,茶叶,石油,WTO,贸易改变世界等著作 每本书都被誉为华尔街的不朽经典 下面我会用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很多人把金融市场视为赌场 可又经不住诱惑要涉足其中 每每遭遇亏损就会大骂市场中充满了内幕消息和潜规则 如果你也这样认为,恐怕威廉·彭斯坦就要被怀疑为既得利益者了 《彭斯坦正是投资的四大支柱》这本书的作者 从投资者的角度去看,彭斯坦并非金融专业出生 大学毕业后也没有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职业 而是做了一名医生 甚至在投资领域取得成功之后 他也依然没有完全放弃医生的身份 一个与金融领域毫不相干的人 能够利用投资收获大量的财富 这就是国家的支撑 金融领域也有着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数学模型 可却少有人关注 大多数投资者都把投资当做了一夜暴富的途径 这显然是异想天开 彭斯坦在书中提到 他的那些医生同事在投资时完全忘记了自己 之所以能够从事医疗行业 是因为在医学上受过专业的训练同理 如果想在投资中获得成功 也要经过一定的训练才行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他的那些医生同事在进行投资操作的时候 关注的竟然不是专业的金融或者经济杂志这类东西 而是从一些不人眼球的电视节目中获取建议和信息 所以他们赔钱也就不让人惊讶 那么曾经身为普通投资者的彭斯坦 又对自己进行了怎样的投资凶炼呢 虽然他的经验都来自于美国市场 但金融的本质在任何环境下都是不变的 我们仍可以借鉴他的成功经验 去应对眼前的挑战 风生态把关于投资的理论 历史行业研究和心理学 并称为投资的四大支柱 投资理论指出 投资活动最基本的特征就是 收益与风险是原生关系 而投资历史从客观层面证明了投资理论 我们在历史中能够看到市场经常会陷入 疯狂的状态 不是超涨就是超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想找到答案 我们要对基金行业和个体投资者的心理 进行一番研究 通过对四大支柱的考察 伯恩斯坦发现了一个很明显 却少有人认可的事情 就是市场不可战胜 但仅仅发现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 对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而言是没有意义的 伯恩斯坦针对四大支柱的研究当然也不止于此 他基于四大支柱找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接下来我就通过解析建立投资组合的必要性 和具体怎样建立投资组合两个方面来说一说 能够帮助普通投资者应对市场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建立投资组合 刚刚说市场不可战胜的时候 我猜你可能会有一点不服气 因为股神巴菲特的例子就在那摆着呢 如果市场不可战胜 他又是怎么从市场中获取巨额财富的呢 巴菲特在1965年成为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控股股东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美股股价 现在已经高达44万美元 回顾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在1965年到2000年的业绩 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家公司账面价值连年的升高 年均负利达到了23.6% 而同一时期 标准普尔指数的收益率只有11.8% 可这能够说明巴菲特已经战胜了市场吗 如果我们不从结果看 而是用相对微观的视角去观摩巴菲特的投资经历 就会发现他一路走来并非一番分数 比如在2000年3月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价就被市场给腰斩了 而整个市场的同期收益率却高达12% 也就是说哪怕是股省也无法完全搞清楚市场的所有动向 此外 金融学者坎贝尔哈维和约翰格雷厄姆曾对237名金融评论员进行过一项调查 结果发现 这些评论员的预测准确率只能达到25% 而更有趣的是 没有任何一位评论员能够做到连续预测的准确性 所以 真实的情况就像 波罗斯坦在书中说的那样 其实投资者只有分两类一类是不知道市场会怎样 一类是没有认识到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你现在肯定想问 既然专业人士都不能战胜市场 那我们只能靠平用起来获取投资的收益吗 当然不是这样 波罗斯坦研究了包括巴菲特在内的多位投资大师 他发现 通过构建投资组合的方式应对市场十分有效 而他自身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没错 虽然我们无法战胜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 却可以通过构建投资组合来应对 因为只要市场没有完全崩溃 就一定存在相对安全 甚至具有高收益的领域 投资组合可以使风险最小化 这就是投资者一定要建立投资组合的根本且必要的原因 既然我们必须通过构建投资组合来应对市场 那么投资组合的搭配就十分重要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我们就来说一说该怎样确定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 可以预测 推测一下 在接下来的十年或二十年中 一定存在一个最优资产配置的方案 这个方案每个人都想拥有 可却没人找到 关于这个方案的线索 如果退而求其次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投资尽可能多的资产类型 可是作为普通的投资者 我们只拥有极为有限的资金 无法投资过多的资产类型 这可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 没人能够给出一个普通 普适的构建投资组合的模板 因为每个投资者的个人情况都不同 但是伯恩斯坦点出了构建投资组合的清水 那就是要把资产封散到不同风险特征的领域 你或许觉得这一句话 每个人都是我们知道的废话 但我能确定大多数人 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因为这里说的资产 可不仅仅指你的从款和房产 还包括人类资本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薪水 社会保险或者养老金计划都可以资本化 比如你在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中工作 那就不要在投资组合中加入大量价值性的股票 因为这会让你的投资和收入 处于同一类型的风险当中 当危机争的出现的时候 你可能既丢了工作 又损失了投资 同样 如果是高科技企业的员工 那就不要在投资组合中 持有过多的成长型股票 尤其是不要大量持有自己公司的股票 否则当公司陷入麻烦的时候 你的麻烦会更大 当然 我要再重复一次之前的结论 市场不可战胜 巴菲特的例子就摆在那 所以我们要从长期的角度 去设计自己的投资组合 而不是为了买房子或是应急而构建它 否则再好的投资组合 也可能在实现盈利前就被迫买出了 所以你清楚了吗 构建投资组合的精髓 在于全面考察自身的资产情况 不包括固定资产和现金资产 还包括自身的人类资产 它不仅包括了固定资产和现金资产 还包括我们自身的人类资本 然后再将投资分散到风险特征各异的领域中 剩下要做的就是长期持有了 读到这里 这么说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包括股神巴菲特在内 没有人能够真正战胜市场 只能对市场的各种不确定性的风险 做出尽可能有效的应对 而最好的应对办法 就是构建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 构建投资组合的精髓 在于不要让过多的资产 处于同一种风险类型当中 这里提到的资产 包括投资者自身的人类资本 构建出匹配自己条件的投资组合之后 只要长期持有 就能够获取不错的收益 以上就是投资的次大支柱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希望通过我们的解读 对你建立适合自身的投资组合 有所帮助